中海樱花缓慢逐渐的偏北前进 对宜兰的威胁相对减轻 但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宜兰县灾害应变中心已经在昨天晚上开设 县内的海岸县、河川、山地等已经列为管制区 民众不得进入 海巡、警察等单位也已经动员来执行巡查作业 而县长临之庙也要求相关单位提前进行灾害预防工作 落实管制作业 县长并且前往视察状围乡的新兴抽水站 来检视县府防训准备以及应变的机制 那樱花台风即将来袭 所以我们水族处长带领着工作团队 来对我们这边抽水站的视察 一人县总共公所县府 总共有19座的抽水站 那我们事先来视察 希望发挥了它的功能 所以也希望民众台风来袭的时候 要先做好准备防台的工作 保护了我们的所有的家人 而且宜然先政府跟各位一起努力 希望这次的台风大家都能够安全 所以对这个抽水站的视察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安 今年来为有效改善易烟水地区长年的机烟问题 县政府已经陆续完成了抽水站体的设备更新以及建制 大型移动式抽水机布设规划以及设置淹水感知器 以利及时抽牌预防灾害发生 同时也有专人每日巡查县内的河川 区域排水及水利构造物 针对缺失项目紧速来改善 所有的46台的大型的移动式抽水机都已经预布完成 另外县管加乡镇公所管理的抽水站 总共26座的抽水站也都测试正常 除此之外在雨水下水道的部分 乡镇公所也在平时都已经做好该例行性的清淹跟管理 也做了相当的一个完备 那最后在土石流的部分 那也做好了相关的土石流的准备工作 包含了机具的准备 避难处所相关等等的资讯 县长也提醒各单位及早防备 把可能的灾害降到最低 并提醒民众除了防疫之外也不忘防灾 期盼能够携手合作顺利度过各项的挑战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民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